入夜之後搜尋工作仍然在持續進行當中 我們現在要立刻連線給記者林真如 帶大家來看看現場的最新情況 真如 各位觀眾目前天色已經暗下來了 而透過現場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這個G1222班機的 這個殘骸移植工作 還是持續在進行當中 而現場也已經打起了大型的探照燈 包括大型的吊車 以及挖土機都已經進駐 住在這個飛機殘骸的旁邊 而稍早這個大型的吊車 已經將右側的機翼吊起來 那旁邊的挖土機 就在旁邊進行這個破壞的工作 要將這個殘骸變得更小 讓他可以順利的運出 暫時保管在這個空軍基地 不過事實上這個吊車進行的動作 從下午到現在事實上一直是斷斷續續的 因為殘骸一旦被吊起來 這個救難人員 又會在裡面的瓦礫堆裡面 發現疑似又有部分罹難者遺體以及屍塊 所以這個吊掛的工作又被迫必須暫停 而救難人員將這個屍塊取出來之後 才能再繼續進行 不過這個天色已晚 這邊的整個清理的工作 還是會持續進行 希望能儘快還給附近的居民 一個親近的一個生活的環境 而事實上除了清理家園之外 包括刑事局的監視人員以及非安會的 這個調查人員 今天也都陸續進到飛機殘骸附近 來進行這個調查及搜證的動作 希望除了清理現場之外 也能趕緊釐清這個非安事故的真相 以上就是在這個現場的最新狀況 我們將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